你看看 人家设计时代的年终刊 威廉的稿都能约到 你呢 约到的都是些 不入流的小设计师 总而言之 我只给你一周时间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要是约不到戴飞 我只能重新考虑 你对公司的价值了 戴飞先生 您好 我是H时尚杂志的 我一直想跟你约一个稿子 可是您一直都没回复 戴飞先生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麻烦您 戴先生 我已经在这儿等您很久了 戴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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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戴飞先生 走 喂 狗贝狗仔偷黑了 快下去了 你赶快在门口 给我捅住他 喂 老人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 不好意思 外面有人在追我 刚才我不小心拍到他出轨的证据 我等他人走了 我一会儿就出去啊 拜托拜托 你不怕得罪他 从工作角度 我是希望他能帮我写稿 但是从良知角度 这样的事情我非常地唾弃 我必须让他老婆知道我当老公的行为 我觉得这不冲突 对吗 对 还没介绍 我叫李芝芊 你好 温达集团的总裁好像也叫李芝芊 是的 难道 你就是 我是他 我是他 然后呢 后来 你刚才不是就问我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吗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 后来 这是我公司的样衣 你不介意的话 你就先换上吧 一会儿我自己送你下去 安全一点 尝尝他们的马卡龙 听说很好吃的 听说很好吃的 好吃啊 喜欢吃啊 全部都给你 慢慢吃 谢谢 虽然我公司不如你高 但这顿 我还是请客气的 这边接张 行 下次我来请 你说你的要求怎么总是那么简单呢 我怕我一复杂起来 会吓死你的 明天中午老地方 你让我看看你 到底能有多吓人 你这人是从来不迟到的 看来今天是要破例了 我已经在餐厅等你很久了 死者是温达集团总裁 丽志迁 不可能 今天跟丽志辰 有了很多关于你的话题 仿佛 如果你就在我身边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其实我真的 不敢想你 也不愿意想你 真小啊 林浅 没想到你还有这首 对不起啊 她好像找到了出嫁更高的下架 对不起啊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我的责任 是我高估了万尔娜 这 这怎么能是你的责任 是我没做好 那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万尔娜的面料没有了 林浅 其他的面料 有什么事我们吃完饭再说吧 好不好 真的对不起 我 好 林浅 谢谢你 你已经尽力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那我就 你要我走啊 我是舵手 艾达呢 是一艘大船 有些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 但是我不强求我的船员 时刻待在这艘会沉没的船上 那我就是水手 只要船没沉 那我就 我会 跳船 你别太小看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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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